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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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鏡頭 好像有什麼不太一樣的 是的 用買個新賬金 之前因為一直在看Super Junior的YouTube頻道 沒錯 Ryu就是被立序的頻道給燒到 那後來才知道說 好像是百度的金立序吧 粉絲送給他的禮物 就是 DJI Pocket 這台相機 Ryu買的是二代 目前可以看到他的光膠 以及他的感光度 其實都很不錯 那今天剛好的要出門啦 那我們就帶著他一起出門 來試試看 拍攝起來感覺如何 默默的說 這個遲到的這樣 那沒有遲到吧 算是SAPE吧 好啦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夥伴 真心王 YA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站呢 其實是要來維修看電影 對 感謝 再次感謝華納電影的邀約 哈哈哈 感謝感謝 讓我撐了一場 沒錯 今天要來看 欸 好像進去了是不是 欸 默默的 為什麼剛剛整個好像不見了 好 我們先買食物 我們現在很暗的地方 然後我發現他的感光度其實蠻厲害的 只是我現在還不知道他的那個鏡頭要怎麼調整 有時候會上到收到可以 可是他的那個 因為他有一個穩定有沒有 他有時候會拍太高或拍太低 我現在還搞不懂他 然後剛剛來說更驚恐的是 因為我們今天要看的是那個超級寵物軍團 然後我從電梯上來 我看到那個一個櫃檯 然後完全沒有人 就想說 呃 我寄出時間了嗎 然後我來打開我的信箱看一下 欸 這12點半沒有錯啊 然後那邊的時間是寫6點 因為今天同時中午有一隻 晚上有一隻 然後他們的另外一場的那個 現在很特別 所以我們剛剛走過來的時候 喔 智能很多 你知道我睡覺就很安心了 但今天比較特別是他沒有畫味 所以其實應該要早點來拍 我們現在發現 然後呢 欸 樓下就有高雷啦 默默拍了一台 就是很明顯 因為沒有人在玩 就代表他是沒有承受的卡 然後剛剛已經看到這個 最多就是三星的月亮衣服 對 但是這位姊姊還是玩得很開心 欸 有欸 至少月亮衣服有出來 他還給你一個三星 不是都給你一二星 欸 擦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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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姊姊 這位媽媽 這位阿姨也越來越壞 喔 有沒有 啊 再見了 月亮衣服 不想要壓這一款嗎 交換機會耶 交換機會 沒錯 按這個嗎 按下去 可是我現在不知道機器裡面有什麼 有可能 垃圾換垃圾 欸欸 可愛的寶可夢換可愛的寶可夢 來了來了來了 交換大豬 交換大豬 喔 又不要跟我換了 為什麼我變我一切大豬了 欸 對對對對 對對對 很好啊 呃 就換三星啦 有新的氣息 喔 有新的氣息 有新的氣息 不然其實一般三星我們應該是不會硬 除非你特別喜歡 然後再加強因為他是月亮衣服 是可愛 可以 好不好 來看看是誰 是廢物 我要生氣喔 哈哈哈哈 更多的月亮衣服以及拉普拉斯 好 我們現在進來了大紫A77 它現在新改的名字叫什麼我已經不知道了 不過呢 現在就是有一個新的 叫新娛樂動漫特區 然後我們剛進來就有看到很多的 模型跟玩具 這就是我會來的地方 重點是 欸 這一樓呢 有一間新開的 我們要來的就是這個 第二站 月朵女僕咖啡大紫A771 Live館 但它鏡子拍到攝影 所以這個等一下就是只能拍到我們自己 不能拍到妹的 來 我們來餐廳的第一件事就是 一定要先看一下這個菜單有沒有素的 大家剛剛說這種 鍋邊素的義大利麵 季節食蔬那一個 那以及完全素質那個 食蔬水果沙拉啦 我現在要來說明一下現在的狀況喔 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遇到一個尷尬的事情是 因為廚師 現在是休息時間 所以我們要大概約末半小時後才可以開飯 對 那我們就先點了一個特條 來 任性王的女僕搖一搖特條 現在女僕正要為她搖出這一杯飲料 魔法 魔法 都寫再一次 啊哈哈 邱邱 娃娃 王王 娃娃 妳現在有休息的感覺還是特別開心嗎 對啊 我持力很夠 哇 不愧是用這個老師 太棒了 而且不太反了,我們還有褲子要買 這個魔衛蕾對我來講個很還好 對,要想不起來,我講話的時候磁力要更高 沒錯 好 魔塔要來了 明明是什麼顏色的明明? 很熱,我覺得藍色或綠色那種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喔 喔 它是紫色 那遇到檸檬會變色嗎 應該是不會 好,它不是那個 沒有,它那個灰色 有啦,紫黑色啦 它不是那個藍色,然後碰到酸會變粉紅色那種嗎 我剛剛原本想的是那一種 好,那就給我們準備用喔 謝謝 來了來了,我的餐終於來了 但是,它都沒有魔法 殘念です 這是我的 衝衝衝衝 拉風的兒童餐 讓我們只好有請Sindy老師 幫我們施放好吃的魔法 還要收音有沒有,來 完了,忘記了 完蛋了 失憶 衝衝衝衝衝 制衝上可以 遇見了 巨大個雞啦 之後旁邊是可愛的胖母 有 字幕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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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說話進來陪我看 TOMO幫你結歷史 然後就自己在一邊瘋狂的看起 這種Panquin 這位小姐 但是既然它主動意是真的很多啦 而且很可怕耶 而且它其實不只 它這邊也有很多咒術迴戰 這裡咒術迴戰 這裡也咒術迴戰 因為這一間是安逆美特啦 難怪 我想說這裡怎麼會有這麼多咒術迴戰的東西 安逆美特 對 就是一個讓我可以在日本上買客買 直接買破3萬日幣的一間店 對 我們剛剛路過說呢就是被這個 湯姆鮑魚結歷史的炸牛蛋吸引啊 它一通300塊 然後大家你看看它的獎賞 吸水連冒金 運動毯 然後或是 帆布午餐袋啊 然後收納袋 小抱枕這一種 它的東西其實都是很實用 而且喔想要這個圍裙 無地雷 對可以抽 但是我在遠處有一位還在挑它的企鵝這樣子 那我按下去囉 欸它已經有球掉出來是什麼意思 你是別人不要的喔 嗯 看一下 好 你先看到別人掉的不要的後面 欸這圍裙 圍裙 很不錯啊 它不是我想要的耶 誰想要的 然後它一顆已經開了 好野餐店 這也很實用 好那我按下去了 好那我按下去了 我以為它會很有 卡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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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它就 喔也是 欸那就是你要的東西啊 就是我想要的 看來小廚娘又可以開始囉 委屈 然後這位小姐終於挑好她的企鵝腳 好 目標是那個右上角這一隻 好 開 請開 好這個反應是 好OK 不枉費你挑了這麼久 好 OK我們今天到了第三站 終於千辛萬苦 也沒有啦 因為知道實在是 我今天在抵達 是位於微風南山 裡面的 iPad飛行劇院的一個 我一直想說 這都還算遊樂設施 還是算劍影院 我現在是一個迷耶 我覺得我偷問一下好了 我一直很好奇耶 而且我一直覺得 很像 4ZX的加強版 因為我們是5B 對 所以就更像遊樂設施 對我們是飛行劇院的感覺 所以你坐上去 你不只是 你整個在體驗觀看 不只有視覺 你聽覺 嗅覺 甚至觸覺 都可以感受 都有 因為我們其實 之前有家人體驗過 但是我弟沒有玩過 而且加上這次組裡 有進捷的巨人 就是非常的 好奇 對 不知道我們等一下進去出來 會有什麼感覺 敬請期待 欸 那個 最想要的東西是這個 哈哈哈哈 最想要的東西是這個 今天完成 下半天上的 按摩餐廳 可以離開這裡 可以到這次的時間 下星星完成嗎 有 有 我剛剛 我現在就一直聽到大叫 我們準備囉 來這個吧 合 好 好像還不錯喔 原來 就在這一個環節 就想要成的立牌 立牌 對 我們現在只要這一塊蛋 就可以拿到 他特製的 角色立牌 現在走107了 現在走107了 好 好難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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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小姐 這位小姐 不要亂拿 可以看一下 欸 剛剛不是都給屁股嗎 你看 那你手啊 那你手啊 那你手 喔 我剛剛有看到的 這是這個字嗎 是嗎 你看 不是 他剛剛就放在那上面而已 我拿到兩張了 有可能 地上喔 地上有可能 有可能 好 我們現在進來了 可以看到後面都是座位區 他分成左邊一區 還有 右邊一區 可以乘坐 哇 要被巨人襲擊啦 哇 本來最後再錄 是用一天的心得 意外遇到神秘的BUG 在快沒電的時候 即使 無線麥克風有顯示連線狀態 檔案也有成功存檔 但是 錄出來的檔案居然會是沒聲音的 以下就是用旁白為大家說明 首先 看到這罐紅茶 是我們遊戲任務拿到的冰獎紅茶卡送的 原來冰獎也懂 熟悉的賣相最對位 再來 這是冰獎李維的壓克力力牌 我們分貝任務靠著卡片加分 加到了126分貝 還有其他的獎勵 像是愛聯款 米卡殺款 或是攻殼機動對款 最後是這個 還有合成的紀念照 很不錯 真的超像去遊樂園的 觀看跟飛行搭乘體驗都超棒 推推 唯一可惜的是太短不夠過癮 媽 但感覺影片在場我會暈車 最後來講講今天 DJI Pocket 2使用的心得 他的優點跟網路上說的差不多 輕巧方便 對焦 側光也相當快速 拍攝起來的穩定度也很棒 全配包含的增廣鏡跟迷你三角架 也都能收拿到保護殼 方便攜帶 最大大大缺點大概就是續航力吧 官網寫140分鐘 不知道是不是加上全能手柄的關係 我拍攝起來的感覺是不到兩小時 加上拍攝時機器容易發熱 移動的時候大多讓它在散熱跟充電 整體覺得這台的CP值真的高 難怪很多人買來拍小朋友跟毛小孩 最後補一個在出國使用後的心得 告訴各位 這台沒有記憶卡就不能拍攝 所以千千萬萬不能忘記記憶卡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囉 開手拍手